提醒,如果遇到砍中钱,一定留着,一张能换一辆宝石解。 钱币上的大耳朵,主要是在纸币裁剪过程中,出现差错形成的在收藏市场上俗称符耳壁那么其收藏价值如何呢? 2012年12月一张1980年100元左下角福尔币以80万元高价成交震惊收藏价,2013年7月一套1990版100元三连号钱币,其中包含一张福尔币,以450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卖家一页致富。 2016年9月一套三连号钱币,中间一张福尔,拍卖会拍出三百万的天价。 众人哗然作为错百钞的一种特殊存在福尔币,每一次在拍卖会上创造的奇迹都令人咋舌到底什么是福尔币,标签,福尔币,纸币,福尔,张福尔,收藏价。 福尔币就是一种由于质钞时剪切和检查等发生漏洞产生的错误到质前币多出一脚或折叠残痕的错体钞,它的形状大多为边脚多出一块纸币在印制过程中。 由于边脚折叠在裁切成品后,形成折角折叠部分伸展后纸币的边脚出现超,出正常纸币尺寸的多余部分,被业界形象的称之位。 福尔,千万分之一的概率,珍贵异常人民币的发行,是需要一系列严苛的流程,在市场流通之前会将印刷错过的错版币全部回收,因而错版币发行的概率越来越小而作为错版币中的福尔币。 出现的概率将会小之又小,是收藏界的大家梦寐以求的收藏之宝如何收藏福尔币品向第四百人民币的福尔超流通较多,但目前全品的福尔纸币稀少,福尔的部位和外观是否体现了新,其,特像型的福尔币,很奇特极少福尔, 它折印折叠字数越多越珍贵特别,提醒现存福尔币,十分稀少如有遇到。